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实现不同计算机之间的通信 数据还要经过转换和修改 要顺利地完成复杂的数据通信 就必须提供计算机之间的通信规则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节课要交流讨论的主题 第二课 信息传输规则 本课将复习回顾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 网络协议 二 标识计算机的主要方式 本课 我们将围绕以下问题来展开 网络协议有什么作用 常见的计算机网络协议有哪些 TCP IP协议如何实现网络中数据的准确传输 标识计算机的主要方式有哪些 复习回顾一 网络协议 首先 我们来回顾第一个问题 网络协议有什么作用 现实生活中 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流 需要遵守一定的规则和约定 网络中 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的通信 也要遵守规则和约定 这些规则和约定就是网络协议 同学们 假如我们用坐机打电话 通话双方需要怎样交流 来确定对方能否听见我们说话 对方是不是我们要找的人 我们请小雅和小达来演示一下 喂 您好 请问您找谁 我是小达 请问小雅在吗 小达 您好 我就是小雅 好 经过这样几句按次序的对话 双方就都明确了对方可以听见自己说话 也知道了对方是谁 我们可以说 在这个过程中 双方建立了连接 而当小达和小雅所有话都说完后 会互相说再见 这就可以看作是终止了连接 网络协议也具体定义了通信双方 讲什么 怎么讲 以及双方讲话的次序 例如 数据在网络上传输 必须严格遵守网络协议规定的格式 网络协议对每个数据单元的长度 数据标识等内容 做出了严格的规定 这样 互相交换数据的计算机 就能理解对方的数据了 老师 我有一个问题 我们学校的计算机房的所有计算机 都是相同品牌 相同型号的 相同的计算机 是否不再需要安装网络协议了呢 老师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虽然计算机房这些计算机是相同品牌 相同型号的 但是他们要实现通信 数据还是要经过转换和修改 而这些转换和修改的规则 是由网络协议规定的 所以要联网的计算机 必须要安装网络协议 我们说网络协议是计算机网络三要素之一 我赞同小达的观点 现在请同学们回忆一下 常见的网络协议有哪些 小雅 你知道的有哪些 首先是英特网中最核心的TCP协议和IP协议 他们的中文名称分别是传输控制协议和网络协议 英特网中的计算机都要安装TCP IP协议 第三 HTTP协议超文本传输协议 适用于从万维网服务器传输超文本到本地浏览器的传送协议 第四 SMTP简单邮件传输协议 POP3电子邮局协议第三版 适用于电子邮件发送和接收的协议 老师 我有一个关于TCP IP协议书写方式的疑问 我看见书上有时写成TCP IP协议 有时又写成TCP协议和IP协议 这两种写法表达的含义是否是一样的呢 这两种写法表达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第一种写法表示的是一个协议族 它除了包含TCP协议和IP协议这两个协议外 还有其他的协议 比如小雅你刚才所说的那些协议 都是属于TCP IP协议族中的协议 而第二种写法就是表示这两个协议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回顾英特网传输协议中最核心的两个协议 IP协议和TCP协议 首先来看IP协议 人们邮寄包裹时 快递公司会给包裹贴上应有始发地址和目的地址的标签 各种转站就会根据标签上的地址信息将包裹逐占送往目的地 类似的 网络协议规定数据单元在发送时要添加反映传输地址信息的标签 这样网络上的各级设备就会以最快捷的路径将数据单元传送到目的地 这个地址就是根据IP协议来添加的 称为IP地址 除了添加IP地址 选择最佳的传输路径也是根据IP协议的规定来实现的 但是采用IP协议传输数据 当网络线路出现堵塞或是找不到合适的传输路径时 IP协议就会丢弃这些数据 因此我们说IP协议提供的是一种不可靠的传输方式 介绍完IP协议的作用 我们再一起来回顾一下TCP协议在数据传输中的作用 TCP协议规定要先将数据分割制作成多个分组后再传输 TCP协议还会为每个分组添加一个头部 用于记录反映数据重组时 本分组与其他分组的相对顺序等特定的信息 同学们是否还记得TCP协议属于面向连接的协议 小月你能来具体说一说吗 TCP协议在进行数据通信时 会事先为每个分组在发送方与接收方之间建立连接 建立连接的过程 类似于这节课一开始时 小雅和小达演示的打电话时的用语 数据通信结束前 接收方要根据TCP协议检查分组是否已收到 如果收到 便给发送方返回一个确认收到信息 并拆除本次N组传输的连接 如果超过一定时间后 由于数据丢失或有差错 而未收到接收方的确认信息 发送方要重发该数据分组 当分组全部到达后 TCP协议在按照每个分组的序号 重新组合成原始的数据 事先建立连接 事后拆除连接 因此TCP协议属于面向连接的协议 提供一种可靠的无差错的数据传输方式 保障了两台计算机之间 数据传输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小月说得很好 复习完TCP IP协议 我们一起来看一道题目 图中 PC1到PC4为英特网上的四台计算机 R1到R7是路由器 小明要用计算机PC1 发送一张十兆笔的照片 给另一台计算机 根据TCP协议IP协议的工作原理 以下叙述是否正确 小达 请你来分析一下 如果把照片发给PC3 为了对方能准确地收到照片 TCP协议和IP协议 需要互相配合工作 这个说法是对的 IP协议负责寻找路径传输 TCP协议保障了准确传输 两者默契配合 才能实现准确传输 如果把照片发给PC2 数据传输只能使用路径 PC1 R1 R2 PC2 这个说法是错的 从PC1到PC2 数据传输的路径可能有很多条 PC1 R1 R2 PC2 只是其中的一条 IP协议会实时根据网络拥塞情况 选择最佳路径 如果数据发送到R4后 由于网络故障无法继续发往下一个路由器 R4将丢弃这些数据 这个说法是对的 因为IP协议提供的是一种不可靠的传输方式 如果把照片发给PC4 该照片需要分成 若干个数据分组后进行传输 PC4收到每个分组后 都会给PCE发送确认信息 这个说法是对的 这正是PCP协议的作用 小达的分析都是对的 现在我们来想一想 在线观看一个视频 传输支付信息这两个应用 在可靠传输和传输速率快 这两个需求中 分别是哪一个更重要 老师先来分析一下第一种情况 在线观看一个视频 视频是利用了人眼的视觉暂流效应 快速播放大量的静止画面 使人感觉画面是连续运动的 这种情况下 丢失一两个画面 人们观看时并不容易察觉 其次视频文件往往比较大 如果等待许久还不能播放 可能很多人会放弃观看 所以要求传输速率快 是主要矛盾 老师 根据您刚才分析问题的方法 我认为传输支付信息主要矛盾是可靠传输 小达说得对 我们曾经学习过TCP协议和UDP协议 TCP协议是面向连接的协议 提供一种可靠的 无差错的数据传输方式 保证了两台计算机之间 数据传输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传输支付信息就需要准确可靠 UDP协议属于无连接的协议 适合传输速率快 但数据传输可靠性要求不高的场合 比如网络中流失媒体的数据传输 复习回顾二 标识计算机的主要方式 每条电话线路都要对应一个电话号码 每一个信箱都要有自己的标识 同样每一台接入网络的计算机 也要有自己的标识 同学们请回忆一下 标识计算机的主要方式有哪些 小雅你还记得吗 标识计算机的主要方式 有计算机名 IP地址 域名和Mac地址 老师 网络中的计算机 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标识方式呀 小雅 最初人们只在小范围内建立网络 做了一些简单的约定 随着网络规模的逐渐扩大 需要更为严格和复杂的管理制度 多种标识计算机的方式 就是为了有利于整个网络的管理 老师 我们在学校计算机房的局域网中 可以使用计算机名在网上邻居中 方便地访问其他同学的计算机 我记得我在我们学校机房 使用的计算机的计算机名是student06 巧合的是 我的一位在其他学校学习的好朋友 他在学校机房使用的计算机的计算机名 也是student06 计算机房的局域网 是个相对来说小范围的网络 两个不同的局域网中 可以出现相同的计算机名 计算机名这种标识计算机的方式 多用于局域网 英特网中需要使用IP地址和Mac地址 这两种标识方式 IP与4协议规定 IP地址是一个32位的二进之数 例如这样一串二进之数 为了便于人们阅读和使用 英特网定义了一种IP地址标准写法 它规定按八位为一组 分成四组 每组之间用圆点分隔 每组的值用十进之数表示 例如刚才用二进之表示的IP地址 就可以表示为130.1.16.1 每组二进之数取值范围是 8.0到8.1 相应十进之数取值范围是 0到255 IP地址包含网络地址和主机地址 两个部分 网络地址在前 主机地址在后 网络地址用以区分 英特网上的不同网络 主机地址用以区分 同一网络中的不同主机 同学们大家看 我们使用IP地址可以在英特网上访问到百度网站 但是大家平时是这样访问百度网站的吗 老师这些数字不容易记住 我平时是用3w.baidu.com这个域名来访问百度网站的 对 域名就是为了解决IP地址不方便人们的记忆和使用而设计的 但是信息传输时 数据单元的传输路径是由IP协议根据IP地址来规划的 所以必须将域名转换成对应的IP地址才能实现信息的传输 这是由域名系统来实现的 那老师 我很想知道怎样查看我的计算机的域名呢 小雅 并不是每台英特网上的计算机都有域名 大多数人并不会为自己的个人计算机注册域名 老师 关于Mac地址 我知道每台接入英特网的设备的IP地址和Mac地址都是唯一的 一台计算机的IP地址是可以更改的 但一块网卡的Mac地址是不可以更改的 可是 我平时好像没有使用过Mac地址 小月 关于这个问题 我是这么理解的 你一定知道上海博物馆吧 但是你能说出上海博物馆的具体地址吗 我们普通人平时会说 今天我要去上海博物馆 但恐怕不太会说 今天我要去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大道201号 这和我们普通人一般不太用到Mac地址是类似的原因 但是 对于邮递员来说 他必须很清楚这个具体的地址才能准确投递邮件 大家都说得很好 小达很善于思考 他用自己的方式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不常用Mac地址 今天我们一起复习了网络协议和标识计算机的主要方式 两个方面的内容 网络协议的作用是提供对信息准确传输的规范和保障 常见的网络协议有TCP、UDP、IP、HTTP、SMTP和POP3 它们都是TCP IP协议组中的协议 其中 IP协议和TCP协议是负责传输和对传输过程进行控制的两个协议 它们具有特殊的地位 标识计算机的主要方式有IP地址、Mac地址、域名和计算机名这四种 人们为了保证传输的信息能够被收发双方正确理解 并保证信息传输过程有效、可靠和安全 信息传输之前 收发双方必须对信息的编码方式、传输方式等达成统一的约定 这些约定就是信息传输的规则 这些规则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今天授课到此结束 同学们,我们下节课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